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碗莲啊 这个莲子应该如何进种的一些方法 那么就有话有咨询了 这个碗莲这个莲子呢 我们把它进种之后呢 它长牙了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 给它入盆给它加这个泥土呢 这个碗莲呢 如果我们要给它加泥土的话 首先我们一定要让它发芽之后 这个芽呀 长到两叶一新的时候 然后根部已经开始生长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再入泥是最为合适的 什么叫两叶一新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晚年呢 它第一片叶子已经完全的展开了 然后第二片叶子呢 还没有完全展开 第三片叶子呢 才刚刚长出来 那么像这种的话呢 就是第一片叶子 它虽然长出来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展开 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能够给它入泥 我们要等到它第一片叶子展开了 第二片叶子呢 还没有完全的展开 第三片叶子正长出来的时候 然后根系已经完全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给它入泥 那么等到它已经长出这种状态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给它入泥呢 很简单 我们的长出状态之后 我们让它的叶片呢 露出在这个水面 然后呢 再给它适当的添加泥土 这个泥土呢 这个量的话 大概就是在你这个盆的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或者是五分之二左右 然后在这个叶片漂浮在这个水土表面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进种之后的晚年 大家如果发现有这种状态 我们就可以给它加入泥土 然后呢 就像这一盆这样子 给它养护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不要马上给它施肥 一定要它长出大概四到六片蜜叶左右 我们才能够施肥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